請你全部都是要退關 領出來 待會會去辦退關的動作 面對乘客團團包圍 航務人員一而再再而三解釋 虎航IT493高雄飛復國島航班 一號早上臨時取消 原本飛機已經在跑道準備起飛 突然急煞折返 已經跑道已經走出來了 緊急煞車就開車 說引擎有問題 在飛機上等了一下 他在廣播說 就是說要先下飛機了 叫我們東西拿一拿下飛機 大概要11點初才有人出來說 飛機確定會延時到明天8點的時候 直接少了第一天 行程大亂 也有旅客很樂觀 虎航協助安排 住進高雄市區的新奇飯店 原本6日復國島行程 直接變成一日高雄游 再加5日復國島 因為我覺得不錯 安排得很好 我覺得航空車安排得很好 那個旅行是會扣錢 我會跟他扣錢 因為少一天就扣一天的錢 應該覺得是滿幸運的 因為還沒起飛 對 如果起飛這下真的是 高雄起飛約有103名旅客受影響 1號航班延後到2號 同一時間8點起飛 但受波及的還有從復國島 回小港的旅客 因為使用同一架飛機串飛 從高雄就飛不出去了 復國島也飛不回來 上百位旅客滯留當地機場 大批台灣人滯留復國島機場 有家歸不得 心情非常的欲阻 補航證實高雄起飛前 因為發動機訊號異常 也就是引擎故障 基於飛行安全安排檢修 進而影響回程航班 武航高雄直飛覆國島 10月28號週一才剛開航 意外出狀況 考驗航空公司的應變能力 TVBS新聞張力李蘇阿娟高雄報導